的体验活动 满足了无数都市露营爱好者 对于大海的向往和追求 好舒服啊 这样看着 别想不开啊 姐 穿雨靴就是可以随便踩 这是什么 娱乐帐 娱乐帐篷 我们可以睡沙发其实 我们帐篷不用搭 沙发挤挤 睡了得了 堂哥 堂哥 咱是不是得搭的开始 又开始搭了 那肯定得搭啊 整吧 真的 我现在听到搭帐篷 这三个字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是大崩溃 搭帐篷大崩溃 你们是觉得搭帐篷更崩溃 还是拆更崩溃 不相上下 只要不下雨什么都不崩溃 不相上下 你行你上 你行你上 来吧 整吧 朋友们 整 先卸行李 卸行李我们得在天黑之前搭帐篷吧 对 千斤中 走 松手 好 没了吧 没了 我的天哪 那我把这些挪到那边去 你能挪得动吗 我把这些挪到那边去 我来吧 放这吧 好 差不多了 好 好 喘心一下 可以了 其实也没啥活了 对 我是觉得好像 对 没啥了 这东东 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你们想睡帐篷 还是想睡房车 你定 对 你定嘛 都行 我就睡房车吧 因为万一外面 你们要不你看我怕你们嫌闷 就晚上我帮你们把房车窗户 给你们打开 还是纱窗 开着 然后你俩戴眼罩塞 主要那有床 就是帐篷还是不够住对吧 帐篷不够 那个小帐篷可以住一个人 那个行李帐篷 那是行李帐篷 对 那你就安排吧 怎么都行 所以我暂时安排的是 我们仨住这个 然后俩男生再住一个 然后你俩睡房车 可以 怎么都行 或者是你俩想睡帐篷 我们就让俩男生去睡房车 你行吗 我都行 姐 我睡哪儿都行 那我们睡帐篷好不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到这儿来我挺想睡帐篷 你俩想睡帐篷 我想满上听着那个水声 我也不想那么听 行 可以 好不好 好 姐 咱俩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 找一下感觉 你俩愿意睡房车吗 你俩愿意睡房车吗 他俩 姐 睡房车吧 好吧 好吧 他那身高你俩都不行 好吧 请大家到房车集合 宣布